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客人比较擅长生活类和护肤 如果你对这个视频感兴趣 或者想日后留作一个checklist的话 那就继续看下去吧 我用这个作为护肤包包 首先卸妆膏 我带的是这个 Elimus 它是一个英国水疗品牌 这倒不是很好 但是比较好用 我就带一个小瓶的 面霜 我带的是Belief水炸弹面霜 夏天比较滋润 晚上用比较清爽 对 眼霜 一个套装买的 已经用过了一大半了 然后这次带去 一周应该没问题 带一个蓝芝唇膜 因为我们去国家公园 比较干 晚间的时候 我会涂唇膜 确实很好用 带一个身体乳 非常浓的椰香味 旅行的时候把它给用掉 酒店的一些身体乳 又比较稀释 我不是很喜欢 下面带一套Allure 每个月订计beauty bag里边 这个是水 然后这个是洗面奶 洗面奶 这款我就不带了 然后放到旁边了 水我会带着 这个星期就用它 洗面奶 我作为卸妆后 二次清洁来用 已经回购大概很久很久了 我用空了都不下五瓶 我非常喜欢它 有的时候我会带 这样一个小包装 是一个喷的防晒 自生糖的小白瓶 它是一个日霜 也是Element 我特别喜欢他们家 这个海洋面霜 SPF30的防晒值 适合白天使用 正好这次带上 精华我带的 阿斯兰黛的小棕瓶 大概这么一小瓶 一周左右差不多 然后再带一个牙线 最近再制牙 比较充满的健康 这个牙线是这样的 博士伦的隐形眼睛液 有的时候我眼睛会非常干死 戴一天隐形眼睛用它 如果你跟我一样出门旅行是去国家公园 我强烈推荐水喷雾 因为上次我们去死亡谷的时候 距离天气大概40多度 还好我带了这瓶喷雾 我们才有勇气下车去拍照 我放在别的地方 白天我会用这款 酵素结盐粉 大概拿7到8个左右 白天使用就可以 现在就把它打开 然后34567 7个够了 好了我就带这7个了 好了这包就装完了 这是我的护肤产品 这么一包 就把它合上了 满满的 看看这个是一个日本果冻面膜 它里面的精华特别多 这是鸡美金的3D面膜 连脖子都可以敷上 非常日常 这是个泰国的网红保湿面膜 面膜纸也比较服贴 这个是那个婚纱面膜 很保湿很日常 非常丝绸的一个质地 安平面膜 日常保湿用的 这是有面膜纸质地 非常果冻质地 我特别喜欢 然后敷上很舒服 还有两款 一个是冰淇面膜 我这个应该会用一到两次 这个是保湿面膜 如果说聘装面膜用完了 我就用它 剩下两个也是用来备用的吧 一个是Fresh的玫瑰面膜 它的味道非常香 但是没有什么作用 主要是一个让你修复毛孔和保湿的一个功效 这个我会带着备用 下一个是最近很火的一个小众网红面膜 思复兰前置打折的时候都卖空了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 流动性非常强的墨绿色质地 我这个基本上用空了 涂在脸上是膜状的 根本看不出什么颜色 我可以当日常修复保湿来用 Skinstone送了一个巨大的袋子 把所有的化妆袋你看都可以放进去 然后我就把它塞到这里 送到后面 然后你看我之前说过的都可以塞进去 还能塞在一个大化妆包 非常实用 我还会把一些片状的小样旅行中塗用 用完就可以直接扔掉 像这些我还挺想尝试的 就把它直接扔进这个大袋子里 这些是我带的护发产品 主要是几个小样 像这个Albi 洗发和护发类的产品 还有鱼籽酱 这三个我留着备用 如果酒店的洗发膏我不喜欢的话 我就会用它们 还有这个发膜 这个发膜非常方便携带 就是说你洗完头发 就当护发素一样 拧开一个膜在头上 然后大概过个十分二十分钟 之后再洗掉会帮助润发 这几个我就带着了 同样放在这个大包里 这些是应急以及生活类产品 首先是这种小的牙膏 因为我们两个人嘛 一周的时间我就带两个备用 这个是痘痘贴 姨妈期间可能会长一些痘 以备不防之需吧 然后这个特别好用 如果你起那种粉刺类的痘痘 你首先白色的头挤破一点点 但不要见血 然后你就把这个痘痘贴贴上去 第二天早上基本上就会消 给大家看一下我买的3M这个痘痘贴 长这样 富兰也有卖 它那个性价比不是很高 所以我一般会囤这个 这一袋都是宝贝 有一些棉枪创可贴 这一包是在日本的时候买的那个腰痛和筋骨痛的贴 其实就是跟这个一样 我今天把这个带过来就是美国Costco超市 药店基本上都会有卖 然后它里边大概的样子就是给你们拿出一个看一下 就是这种tear 其实就是薄荷感减少疼痛 但是不会治愈 嗯 会让你有很舒服的感觉 这个推荐给大家 再就是一道化妆棉 下面到了美妆的这个部分 这个是我用的一个袋子 大概装所有的坦妆产品 口红 我这次选了这几支 有平价的 也有大牌 好 这支是美宝莲小灯泡 我喜欢它的原因是它的颜色比较红润 你们看一下 它是挺红的那种颜色 这个是我在国内买的 美国包装不一样 你们也可以看一下 涂上去 整个人的气色就提升起来 然后这个我要戴上 在斯福兰最近买的 拉斯维加斯特别宽 也有金属闪 特喜欢 棕橘色 显气色 Kart加的包装 纸质 已经用了一大半 这个样子 偏橘色 比较小清新 这种系列也要戴着 三支 再戴一支香奈儿 Toco 色号是214 喜欢用它涂咬出 对 这有肯定戴着 而且特别方便 再戴一支 Bot my grass 25-3支 我戴的是这个姨妈红色 大概就这几支口红 底妆 我就戴 Bobbi Brown的粉底 棒 整体的遮瑕感非常好 上脸不是很易涂开 但是你一旦涂匀了 整个妆感很好看 非常方便 三个高光 戴这支吧 NARS的 黄光下非常好看 因为是玻璃的 我就不想戴了 不是特别写 高光的感觉 然后Cover FX 液体高光 非常闪 不是很容易 晕染 就是这种效果 还挺好看的哦 睫毛膏 我就戴YSL 是小的 睫毛打底膏 要戴它 这个对我来说 非常重要 腮红 我戴这一款 Allure Beauty Bag 里边 送的一支 给你们试一下 哦 我涂的太多了 晕染开 大概是这个效果 配上这个高光 完美 眼线笔 我戴的是这支 E by Ips 比弗利山庄的一个小中品 颜值超高 我很喜欢这支 Fenty Beauty 阴影棒 用成这样了 这是雅诗兰黛的眼影刷 剩下的 比如说高光 腮红 我就会用这几个小刷子 然后这支我就会夹在这 脸影盘 我挑出来四盘旅行装 比较小巧好戴 三分小 戴这一款 然后正好有一个那个刷子套装 就可以一起使用 我没爆莲的眉粉 眉笔刚被我用完 我就戴这个眉粉 淘宝买的这个小盒装 首饰的 非常便宜 好像几块钱 戴一些 可以装饰用的 这个小板你都可以卸下来 你看 然后卸下来你也可以装上去 非常灵活 而且不容易丢 每个格格起来 我觉得还挺方便的 我就 用它来装首饰盒 刚才旺叔了 戴了一个这个 Muji这个睫毛夹 装在里面 还有一个 这次抢到斯弗拉那个 Luxury bag里面 这个唇膏 也带着 好啦 女生必带这些头绳 我带了一个电话线 这叫防水嘛 然后带了一个这种 柠檬的 看很好看 夏天系列 然后带了几个彩色的小卡子 敷面膜呀 或者是出去玩都可以带 把这种小卡子放在了这个首饰盒里 这一袋美妆了就装好了 然后同样放进这个大袋子里 看这个大袋子多能装 绝对合得上 然后再把这个首饰盒 给塞到边上 然后这就是我全部的彩妆护肤产品 满满一袋袋 比较organized 化妆以及护肤袋 我就放在这个 这个行李箱的 最边边了 看它其实不太占空间吧 这些是我大致选出来的衣服 有一条这种小纱裙 很多这种白T 这是ZARA的 HM什么优衣裤的 格子的 还有黑色的 这是在这次买的 然后像这个 是一个抬眼镜的 然后再带一个像这种 可以随意穿那种 长的体型 然后这是一条裙子 然后这还有一个雕大裙子 总共我就搭三个这种裙子 然后这个是一个长袖的那种 白色衬衫 我觉得超好怕 这个是UO买的一个毛衣外套 然后因为虎牙公园怕冷嘛 这带一点 这是一个薄一点的小薄外套 这是产品的那个卫衣 然后还有两个牛仔外套 这带是我所有的 准备的衣服吧 这个床单是在UO买的 你看它会有一个 自带的这种布袋 两个整套 这个是一个床单 平铺的感觉 这个是带松紧的 我觉得如果有的小伙伴 可能短途旅行 然后不喜欢酒店的 床单的话 你可以买一套这个带着 而且非常方便 这个是一个小伙伴 这个是一个小伙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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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